我战机奉命撞上你战机!最近只有1.5米!美多多逼人或酿悲剧。 随着美俄之间关系的紧张,战机的近距离接触也愈发频繁,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这种亲密接触正在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撞上或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据海外网援引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波罗的海对一架美国间谍机进行拦截。 美官员称,这架苏副27战机接近并保持续每侦察机约6米的距离,整个过程持续9分钟。 官员称,俄方的拦截行为虽然安全但不专业。 这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一句话,美军方面毫无底线的抵禁侦察。 对俄罗斯干出这事,对于美国而言不是个例,曾经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原因如出一辙,而其本质无疑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心理在作祟。 同时,这也不是美俄战机之间的首次亲密接触,此前曾多次发生类似事件。 2016年4月12日,俄罗斯一架苏副24战机从美军库克号战舰旁飞掠而过,两者相距近9米。 2016年4月21日,美军P-8型反潜巡逻机在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受到一架俄军米格-31战机拦截,最近距离不足15米。 2017年5月9日,俄罗斯一架苏副27战机与美国海军一架P-8A海神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相遇,两机接近时相距约20英尺,约合6米。 2017年6月22日,俄罗斯苏副27战机与美军RC-135侦察机在波罗的海上空相距不到5英尺,约1.524米。 擦肩而过,今年1月29日,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上空成功拦截了一架试图接近俄边境的美国电子侦察机,两架飞机相距不足5英尺,1.5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美俄两国战机不仅频繁亲密接触,而且距离越来越近,最近时只有1.5米,这发生在2017年6月和今年1月底。 而这次,虽然只有6米,但时间持续较久,竟长达9分钟。 显然,这非常不安全,同时也客观反映了美俄关系的紧张。 照这样下去,估计撞上不过是时间问题,毕竟,战机的速度非常之高,稍有不慎就会肢体接触,届时将击人亡。 不过,虽然消息多数由美国方面释放,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正义的一方,从诸多类似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事情往往发生在俄罗斯关心的地域,而美方的往往是侦察机为主。 那么,孰是孰非也就不言而喻了。 客观而言,在美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之前,双方战机互动还会比较频繁,尽管美俄关系很差,但并非交战方,那么,也就轻易不会发生战机被对方击落的事情,这种可能的几率几乎为零。 但美国方面咄咄逼人,俄罗斯退无可退,那么,就可能会发生我战机奉命撞上你战机的悲剧。 而如果要想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根源还在美国,需要有所收敛,不能频频以各种名义对俄罗斯进行抵禁侦察,在和平时期搞一些准战争动作,这是对俄罗斯的极大不尊重。 一旦彻底惹,一旦彻底惹火了战斗民族,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当霸权主义的美国,遇上绝不认怂的俄罗斯,战机也就非常配合地开始交流切磋了,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或许,美俄是该好好沟通一下,就此类事件建立一个共同行为准则了,否则,悲剧恐将无法避免,而这,对美俄双方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